相对的在台湾的生活来说 大部分人比较会 比较不会有压力 包括三十几岁 然后辞职 然后做别的职业 也好像在别人眼中 不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大家更多的是 关注在自己的生活 不太会去关注别人的生活 想要指手画脚别人的人生 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社会环境 也是我自己相对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就很不喜欢被拘束 从小就是这样 但是我内心就是 有一股力量 就是想要摆脱这种束缚 在台湾我能感受到一种 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 就是这一点让我觉得 也是台湾人可能 长保青春的一个秘诀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惠面小姐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一个 关于为什么台湾人 看起来很年轻的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 我觉得非常的普遍 因为跟大陆相比 不光是台湾啊 那韩国啊 日本啊 香港啊 都是看起来会比大陆人 略年轻的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具体我觉得 从我的大学生活生涯 就可以亏之一二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一些男性的同学 男生同学 他们闭了业之后 真的就是肉眼可见的发福 然后变成大肚子 看着他们从青葱的少年 然后变成了一个油腻的老大叔 这个蛻变感觉根本就是在三五年之间迅速完成的 因为很多就是步入社会了以后就进入婚姻 进入婚姻有了孩子就马上变得面目全非 可是相反呢 你看台湾的男生 我觉得看起来是要比大陆男生年轻很多的 当然我只是 我不是说长得好看或者是不好看 而是这种少年感和少女感 在台湾还是 在我看来很多台湾人还是蛮有这两种东西在身上的 包括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的先生比我大九岁 但是我跟他在交流跟沟通当中 我感受不到那个所谓的年龄的差异跟隔阂 因为我觉得他很多时候更像一个小朋友 或者是更像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 并没有因为这个年龄差距就感受到了所谓的代沟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呢 我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了 大家都知道大陆的饮食就是偏重口味 重咸重辣 当然会在一些沿海地区会好一点 经济发达地区口味会相对清淡一点 我曾经最喜欢的美食之都在中国的成都 因为那里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你随便进一家馆子你就会觉得很好吃 但是现在我不那么爱了 因为我觉得成都的美食也是特别的辣 就是你吃了感觉会上火的那种 所以在中国要想吃到好吃的东西 就是重咸重辣 你才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吃 但是在台湾的话呢 就会相对比较的清淡饮食 就是清淡饮食呢 也会就让人看起来年轻一点 包括很多台湾人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身形 包括去到包括台湾也很多的这种公园呢 还有运动中心啊给大家做使用 尤其是我觉得我超级喜欢运动中心的存在 国民运动中心就是一个 你去一次就付一次的钱就好了 也不用去健身房那种花钱办卡 而且一次像健身房在台中的话 就是50台币一个小时 我觉得真的算蛮划算的 因为你也不用常常去 然后包括游泳啊 也都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包括上一些所谓的瑜伽课啊 还有一些运动课程 它都是很便宜的 而且你每次报课 也可以只报个七八节 两三个月的这样子的时长 我觉得是非常友善的一种的运动环境 那第二点呢 就是所谓的社会压力 我觉得作为台湾人 社会压力真的是相对比较小的 当然这个相对是跟大陆对比 其实我觉得不光相对于大陆 很多国家在亚洲来说 我觉得台湾真的算压力蛮小的 因为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去实现自我价值 包括有很多的音乐节啊 艺术节啊 最近台中又开始爵士节啊 爵士音乐节啊 还有什么亲子音乐节啊 摇滚音乐节啊 然后跨年又有演唱会 又开始又到了很多节日的时候 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音乐节的场景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艺术的氛围 你就会觉得 哦 生 这才叫生活 这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一种场景 不是只是为了生活的压力 生存的压力 在拼搏跟赚钱 我们有更多的闲暇的时光 可以跟亲人啊 跟孩子啊 然后坐在一起聊聊天啊 听听音乐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享受的状态 而且身为台湾人 我觉得真的 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度 其实是很高的 不会有那种所谓的 你什么年纪就要做什么事情 30岁你就要成家 就要立业 你就要有房有车 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不会被这种 所谓的世俗的观念来 框住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大陆 其实我现在回去 包括很多人 亲戚朋友也会说 什么时候上二胎呀 你在台湾过得怎 你在台湾没有工作 这样OK吗 就是会受到很多亲戚这样子的关心 但是你知道那种 其实也不是关心 他只是想来看你的笑话 就是好像觉得 顺便踩你一脚 他很开心 就是即使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下 你觉得人怎么会不老得快呢 而相对的在台湾的生活来说 大部分人比较会 比较不会有压力 包括三十几岁 然后辞职 然后做别的职业也好 像在别人眼中 不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为大家更多的是 关注在自己的生活 不太会去关注别人的生活 想要指手画脚别人的人生 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社会环境 也是我自己相对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就很不喜欢 被拘束 从小就是这样 但是我内心就是有一股力量 就是想要摆脱这种束缚 在台湾我能感受到一种 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 就是这一点 让我觉得也是台湾人 可能长保青春的一个秘诀吧 而且对于我来说 台湾人的选择性其实很多 就包括出国打工这一点 其实我们拿那本大陆的红护照来说 其实出国打工 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没有点家底啊 其实也是很难出国的 但是在台湾你想拿一本绿本护照 基本上就是一个世界通行证的感觉 你想要去哪个国家打工 然后做个一年两年 可能摘水果摘棉花 然后再回来也是OK的 积累一些所谓的金钱也好 经验也好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生 没有被特定的拘束在某一个环境下面 那第三点呢 我想说就是所谓的职场的氛围 就是我觉得在大陆有一种很不好的文化 就是酒桌文化 酒桌文化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很深目痛绝的 我爸爸曾经在我小时候 就是一度转行做生意 然后他就会变得长长不回家 然后跟别人出去喝酒 而这种现象我觉得现在啊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在河南也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在大街上都非常的冷清 但是你会看到有一桌的男人在那边喝酒吹牛 我就觉得他们难道没有家庭生活吗 难道一定要把这个生命跟时间 消耗在所谓的这个喝酒上面吗 而且喝酒也真的会让人其实是迅速老化的 会让人变胖变丑的一件事情 还有吸烟 但是很多的大陆的男人就是很爱这两件事情 可能这样子会比较疏压吗 我也不能理解 然后除了这个酒文化之外呢 就是在大陆的职场当中 你要彰显你的狼性 所以你看到男性 他们是不被允许软弱的 你一定要跟大家展现出来的是 你非常狼的那一面 非常可以掌控全场的那一面 然后非常自信的那一面 可是如果一个男生 假如说他哭啊 他或者是有一些软弱 被人家看到的话 就会不被大家所允许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听起来男生 男人好像有时候也有点可怜 可是相反的 我看到的台湾的男生 就是尤其是像我老公这样四十多岁年纪的 他们身上并不会有一种所谓的油腻感 或者是控制感 不会在相处当中 不会让我感觉到不舒服 他们非常的尊重和同理女性 然后甚至你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你都会觉得是很愉悦的一件事情 但是某一些的就是大陆男生甚至蛮多 我觉得河南还蛮多那样子的男的 就是一指气使的啊 就觉得我是个男的 我可以就是我可以指使你们女性 然后去做菜啊去怎么怎么样的那种 我就非常讨厌这一类型 所以呢 他们因为要展现出自己的那种独当一面 所以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啊 还有包括外表啊 也会显得非常的老气 就是这种状况 甚至是我觉得在小朋友身上也非常明显 比如说同样是三四岁的小朋友 或者是大一点五六岁好了吧 大陆的小男生就会呈现出一种成熟的气质 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会 我们的教育会刻意的抹灭 他们身上的天性和可爱的那部分 因为我们就觉得男生就是要坚强 要勇敢 不可以哭哭 其实最有名的是曾经的一个 非常火的一个综艺 叫爸爸去哪 第一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里面林志颖的儿子 Kami嘛 就当时会被大家说 啊怎么那么软弱 爱哭 但是他又很可爱 但是像另外比较对比比较明显 就像郭涛的儿子 就是要呈现出一种男子汉的气概 我要hold住一切 就是会相对的比较成熟跟稳重 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男性的样子 嗯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总结的三点 为什么台湾人看起来更年轻的 更年轻化的一个总结 那大家 有什么意见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